欢迎来到粉丝策略回测影片系列 今天是粉丝推荐的一个全新 免费、非常稳定的指标 称为Aless Smooth Adoptive Momentum 他说该指标易于使用 且不会给出太多虚假讯号 我把他的指标写成策略 让其在数千笔交易中进行测试 以揭示其真正的获利能力 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将推荐粉丝的最佳平滑重量买卖策略 该指标是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组、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我将在Trading View上进行演示 指标和策略的连结在下方的说明中列出 我们将策略的基本组成 进行简单认识一下 首先是Aless Smooth Adoptive Momentum SM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Aless Smooth Adoptive Momentum 参数把Cutoff修改为16 Alpha修改为0.8 样式预设 Aless平滑自适应动量指标SRM 由交易界的传奇人物约翰·艾雷斯·张拉洛斯开发 Aless平滑自适应动量指标采用了希尔伯特变换演算法 这是一种将讯号向为移动90度的数学运算 该指标能够产生证交讯号 其时间向前移动的价格讯号版本 另外还使用指数移动平均线 高斯滤波器 和其他进阶讯号处理方法 指标既强大又精确 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 当SIM限高于0时 表示有非常强烈的上行动量 当SIM限低于0时 表示有非常强烈的下行动量 第二个指标是指数移动平均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指数移动平均 参数把长度修改为200 样式预设 指数移动平均线EMA 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移动平均线 它指出市场最新数据和资讯的重要性 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是指数 最近的价格比最近的价格权重更大 计算指数移动平均线EMA的公式如下所示 最好在趋势市场中使用EMA 因为它分别在市场强势和弱势时 显示上涨趋势和下跌趋势 可以很好的帮助交易者在何时买入 何时卖出 交易者最常见的做法 是在短期内报价和使用12天和26天的EMA 同样 50天和200天移动平均线最常用于分析长期趋势 移动平均线对于使用技术分析获利的交易者来说非常有用 接下来我将结合实例示范交易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ISYL对每个5分钟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虚位于EMA均线的上方 第二SM线高于零时 表示有非常强烈的上行量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获利设定1比2的盈亏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虚位于EMA均线的下方 第二SM线低于零时 表示有非常强烈的下行量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获利设定1比2的盈亏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策略在不同币种的实际胜率 首先是SYL兑美元 回测周期30分钟 我们查看详细的回测数据 获利为691% 胜率为38% 获利因值1.4% LVAS兑美元 获利为614% 胜率为36% 获利因值1.4% RUN兑美元 获利为835% 胜率为35% 盈亏因值1.3% ODI兑美元 获利为3111% 胜率为27% 盈亏因值1.3% 另外SYL兑美元 在2021年1月1日至今 获利也是相当不错 我们开启深度回测 获利为4054% 胜率为35% 盈亏因值1.4% 另外还有RVAX兑美元 在2021年1月1日至今 获利为3773% 胜率为35% 盈亏因值1.3% 接下来我们把周期设置成一小时 比特币对美元 获利为314% 胜率为30% 盈亏因值1.4% SYL兑美元 获利为419% 胜率为33% 获利因值1.4% ODI兑美元 获利为215% 胜率为26% 获利因值1.5% 最后是Fail兑美元 获利为519% 胜率为36% 获利因值1.4% 策略的参数跟之前的基本一致 这里开启了TR过滤 这里默认是尾锤止损 生贝德TR 策略属性跟之前的也是一致的 大家可以调整指标参数 或者其他的时间范围 尝试与其他指标进行更多元的搭配 获取策略的最大利润 策略连结我会分享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 最后 分享给大家一个最好用的自动交易软体 Turbot 7x24小时自动交易零延迟 秒下单 如果你有想回测的策略 或是好用的指标 可以在下方留言处留言 就是这样 我希望您从这个视频中学到一些东西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并喜欢它 以支持我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